东汉建宁三年 河南宇州的一户士族人家迎来了新生儿 父母为他取名为郭家 这个少年胸怀远至 气度不凡 面对四海江青的汉末乱世 从二十岁起 他就闭门读书隐诗带动 欺忆着宁宫能主的出现 他最先投靠了出身四十三宫豪门的袁绍 但他认为员工虽能理贤 但非明主 独具慧眼的少年悄然归去 继续等待着机会的降临 细致才的去世成为了郭家命运的转折 在寻遇的推荐下 他在曹军大营见到了曹操 这一年的郭家二十七岁 曹操四十二岁 二人一见如故 共论天下 他为曹操谋划时局 以时胜时败论坚定了曹操逐鹿天下的决心 两年后 作为曹操军事顾问的首席 他有了一个特别的职位 军事纪九 识人称其为郭纪九 他将自己出山的第一剑 斩向了不可一世的吕布 当年九月 曹军的铁蹄踏破了吕凤仙的营帐 曹操水淹夏批 升起了毒困孤城的吕布 勇猛无双的名将 不过是郭家出山的魔剑石 此时 刘备正威夷于曹操的麾下 郭家看出了刘备的雄心壮志 他劝曹操尽早杀之不留后患 但曹操并未听取郭家的建议 一年后 刘备寻机脱离曹营 夺取下批起兵举事 与曹操分庭抗礼 未来的一国之主 险些丧命于郭家之首 在郭家的谋划下 曹操大军迅速东征 刘备在曹军的追打败逃下 转投袁绍 夏日炎炎的八月 曹军与袁绍对垒关度 众人担心江东孙策偷袭许都 但郭家却提前料定孙策的死局 军心稳固的曹军 已若胜强 大获全胜 袁绍病逝后 郭家又料定了袁家二子的互相残杀 他建议曹操缓攻带动 在袁家内斗之时 曹军悄然入局 三年后 冀州一主为曹 三十六岁的郭家 有了自己的爵位 为杨廷侯 两年后 他又为曹操北极乌环献上其策 兵贵神速的曹军 在白狼山大获全胜 三郡乌环和元氏势力已到终局 北方神州尽归曹家 然而 历史却总是充满了遗憾 谋定天下的郭家 却突然身染重病 猝然离世 年仅三十八岁 其左鬼才惜短寿 痛哉奉孝 归久忧 早故之恨千古仇 再请诸君入三谋 当前三国谋定天下已经上线 作为一款尊重历史的策略游戏 这里有真实的古代军事体验 你可以成为郭凤孝一般的军事起左 利用深藏不漏的谋略 伪装成敌军盟友 布置陷阱 在两军对垒时 谈笑间将敌方部队消灭殆尽 三国谋定天下 不需要豪华的阵容 只需要你有一颗善于谋划的心 快来三国谋定天下 开始一盘酣畅淋漓的大战吧 作字幕志愿者 warsinated